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洪奈荣 一开始带您来关心到屏东一辆资源回收车 10号行进万丹乡新发公路 后方车斗装载的废弃物竟然莫名的起火燃烧 司机吓到了赶快卸下了废弃物 并请求紧销前来灭火 过程当中差一点波及到旁边的民宅 还好这起注容意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资源回收车停在路边 但后方车斗竟然窜出火蛇 资源回收物全面燃烧也冒出阵阵黑烟 眼看火势猛烈驾驶跳下车查看 所有将车斗倾斜 赶紧卸下废弃物 锦销火爆道场也立刻洒水灌旧扑灭火势 但回想燃烧当下驾驶依旧余计有存 我不知道那是我在補楼 人们把我放在裏面穿的 補楼我都已经射了 不然我外车就消失了 你怎么办 我是没办法啦 事发在10号下午一点多 屏东万丹乡新发公路跟四围东路口 当时这辆资源回收车 车斗上废弃物起火燃烧 附近民众见状赶紧请驾驶停车查看 而驾驶掩抗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也立刻卸下废弃物 过程中还差点波及一旁民宅 好在警消迅速将火势扑灭 实际将废弃物夹置入编 翻车翻队人员立即出水线 将控制控制 这是车斗上的废弃物怎么会起火燃烧 究竟是有人乱谈烟蒂 还是废弃物有碰撞摩擦 导致起火还有待厘清 而这起助容意外没造成人员伤亡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得苏叔伟朋友们到